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开了许多家分店 最近这间旗舰店刚开幕 店里面其实非常的大 可是座位却很少 为的就是要让来的每一个客人 有公主般的VIP待遇以及享受 你看 我现在手是不是很空 所以我要去跳钻戒 不是 在跳钻戒之前 我要先去找我的大师Lulu老师 为我的手指头穿上新衣服 做美甲一定要有美感 而这个美感从我一进门的时候 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了 从一进门的整片的大理石墙面 到藤蔓吊椅 到遍布各个角落的波西米亚风 而且我跟你说 老师真的很忙 因为他已经在偷偷帮我上底色了 可是在这么忙的时间内 对 鲁鲁老师 你到底怎么做到这些装潢 可以这么漂亮的摆设 如果你有就是兴趣 还有就是乐情的话 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 那老师 今年呢 有没有流行什么样的指甲款式 有 就是今年比较流行的一些风格呢 就是比较说像带石风格 配玫瑰金的一个装饰 然后还有一些像镜面粉的一个部分 对 好好看喔 这有点像小湘风的感觉 然后有少女心 所以这些目前都是我们今年 比较流行的款式 就是大家比较喜欢有点裸色 然后带金的感觉 加一点细细的金线的装饰 本身就是它很耐看 也很耐搭的样子 真的很好看 而且衣服穿搭都很好配 那老师你今天要帮我做什么样 风格的指甲 我看到你今天就是 唇膏也是粉色的巴底色 然后手表 然后衣服鞋子都是有一点那种 粉色巴底风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开始来帮你做 你喜欢的那种就是 梦画的小湘风 少女 那我们现在先帮你做 毛泥的一个元素 做毛泥的元素 对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一些 日本的一个素材 所以它等一下撒在上面之后 对 我要帮你画出那个立体的毛泥 纹刀撒上去 用画的 对 用画的这样子 超级特别 超了一样 因为你看这个客人在看也都觉得很了一样 所以刷完你有没有觉得它就有点那种妈妈的感觉 有耶 肉眼看真的有耶 为什么 这个不是颗粒吗 对 但是它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做起来的效果就很特别 而且老师我听说很多国外的客人都会来台湾做指甲学指甲 对 那你觉得台湾的美甲的优势 我觉得台湾的美甲的优势就是CP值高 就是说我们的服务态度是蛮好的 而且我们的流行也走得就是跟日本很接近 完成了 是不是超级美的 我跟你说每一个指头都是一样的小向风 但是每一个造型都有点小小的不同 是不是你看尤其这个毛泥 不要担心它会掉 因为老师做了两层 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事都不用担心 除了这毛泥款 老师的sense真的很好 这个贴纸搭配上这个链条 做一个不同层次的搭配 所以美甲师的sense真的很重要 而且你们不觉得吗 把手搭配得这样子漂漂亮亮的 看了心情也真的很好 这里的老师也会不定期地去进修 带出最新的流行资讯 等你们来 台湾曾经有个智鞋王国的称号 40年前更是智鞋最新盛的年代 但是经历的产业的衰退 近几年新的一波职人工匠又重新被重视 让大家看见皮鞋工艺的重要性 而且日常穿搭的时候 搭配皮鞋又有一种不同的气质与温度感 一进来这个拱门 就会看到非常多的皮鞋款式 那它其实设计是搭配了亚洲人的脚型 然后用高质量的皮料去做成的 它其实制作过程非常的复杂 有一百多道的手续还有一个月的制作才完成 那这么复杂的鞋子 大家一定很好奇有什么款式吧 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其实大部分它都是男生的鞋款 可是近几年他们推出了女生的系列 结果大受欢迎 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很经典的牛津鞋 那牛津鞋它保留它一个绅士的帅气 还有全雕化的层次 如果你要搭配裙装或裤装 我觉得会非常的适合 是一个很百搭的鞋子 再来我要介绍的是这双 我本身有入手的德比鞋 那它其实颜色非常的特别 这是我第一眼看到的重点 还有穿起来的时候呢 里面非常的宽 那它的皮革大底就是穿起来 会非常的轻盈和舒适 那之前在穿这个鞋子的时候 配合一些西装 然后参加活动 所以我个人会非常喜欢这个鞋子 再来呢我要介绍的是孟克鞋 它很不错的地方就是 它是小巧思 还有两个扣子在这里 然后还有它的设计 我觉得非常的简单 这个鞋子也是我非常非常想 入手的单品之一 那如果你搭长裤或是短裤 我觉得其实也蛮好看的 接下来我要介绍它们的雀洗靴 那它旁边其实松颈带的这边 就有一个雕化设计 一般我觉得在外面的话 会比较小看到这么细心的雕琢 然后还有它前面 其实有一个漸层的蜜糖棕色 前面深一点点 然后后面呢比较淡 所以呢它其实细节上 做了很多的巧思在里面 那如果是这双鞋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搭裙子 因为我觉得靴子搭配裙子 会有一种帅气 可是又漂亮可爱的感觉 它其实兼具了很多个特色 像我现在脚上穿的呢 这个就是乐福鞋 乐福鞋它其实是一个经典鞋款 然后搭配流苏 就会有一个漸层感 那如果呢 你去仔细看它一下 它就会有一个漸层的蜜棕色 所以它其实有一些小巧思 是在里面的 然后我很喜欢这个鞋子 因为它其实穿起来 有一种很个性和中性的感觉 如果你戴西装外套的话 就看起来非常帅 那这边环境呢 我也很喜欢 它有一个北欧的异国风情感 这个老板他去国外带了一些壁炉 或是一些家室的放在这边 我觉得环境会非常特别 有一种慢步调的感觉 那再来呢 我推荐大家来的原因就是因为 前面它其实有一个选品区 如果你想要入门一个皮鞋 不知道该去哪的话呢 建议你可以过来这边 然后逛一个下午 因为这边实在是太好逛了 其实我今天也没有逛完 不过如果大家想要增加你的气场 又想要有手工的质感的话 很建议大家过来这边看看喔 你也是一个爱喝咖啡的人吗 那你也跟我一样 拿到咖啡的时候 都会看上面美丽的图案吗 其实呢 每次我看到这些美丽的图案 往往会让心情特别的好 尤其是喝下去的时候 会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其实拉花是有很大很大的学问 来到这里呢 可以让完全不会的人 甚至是初学者 都可以来体验这样子的课程喔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已经换好工作服了 现在呢 看到我身上这个 不是店家的logo喔 这个呢 就是我身后的拉花艺术认证系统的logo 它是LAGS世界国际级认证的喔 你们知道吗 其实拉花呢 有很大的学问 它是需要考试的喔 最高级的呢 就是我们的金色 其实刚刚下面的这个五个颜色呢 在台湾就可以考取到它的证照 但是金色的这个金棋 是要专门跑到意大利去考取的喔 再来我要介绍到的 这个老师非常的厉害 他是台湾唯一一个 考到金棋证照的老师 我们欢迎周振中老师 老师好 你好 你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体验这个拉花的课程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来请老师教我们吗 好 那老师 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 你刚刚说的要现磨 对 现磨那个咖啡粉 那要怎么做呢 怎么做吗 对 我们先把那个扒手 扒手 清洁一下 先扒手 先清洁 清洁之后呢 我们再开始抹粉 清洁完再开始抹粉 对 好 现磨得真的超香的 再来 切压 好 那现在呢 扣上去之后 扣上去 OK 扣上去之后 先按 先按 按了之后拿杯子 大约二十秒到三十秒 大约二十秒到三十秒 好 这样子萃取就完成了 超新鲜的味道 好香喔 第三个步骤就是发泡 第三个步骤发泡 好 我刚刚已经先倒半杯的牛奶嘛 然后呢 放到这个发泡器这边 然后放进去斜斜 大概斜 三点钟的方向 斜完之后 开始发泡 然后用手去感受那个温度 大概在六十度左右 就可以把那个发泡的开关关起来了 好 再来就是最重要的 拉花咯 好紧张喔 老师 好 拿着杯子 好 中间放一个 先倒半杯 好 再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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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口 大口 各位 好 哇 天哪 我竟然 竟然拉好一个花在一个瞬间 你们刚好没有觉得很浪漫呢 老师带着我 好啦 我不犯话吃了 其实没有拉过的朋友呢 不要特别紧张 其实我刚刚真的蛮紧张 但是因为有周振中老师带我呢 所以我就觉得 刚刚那个一瞬间 我们两个一起合体完成了这个 爱的结晶 不是 一起完成了这个完成品 是不是很厉害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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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